啊~~ 不要亂偷推啦 好!OKOK 待會我們會在直線道做200公尺的衝刺測驗 要不然沒力快點 YA!又來到我們練車計畫的第二集 上次在烏來算是出師不力 直接第一次騎外面就是一個摔車 但是在這個烏來之前呢 其實我們在這次的挑戰 已經幫彭底所有做一個小小的山坡訓練 那第一次的測驗呢 其實我們是在正人瀑布做一個進行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聖人瀑布的訓練畫面吧 沒錯我們現在人在至善國中的門口 待會我們會從這邊出發 一路呢帶你前往 算是台北車友心目當中最入門的一條路線 也就是從至善路一路往聖人瀑布前進 全程大概5公里左右 然後爬升230公尺 平均坡度大概是5、6% 所以我覺得今天對你來講應該是 非常非常容易的一條新手訓練 還在新手村的狀態 啊~~ 啊~~ 你是不是在叫什麼 出來了啊 什麼要出來的啊 恐懼又出來了 好那我問你你在今天來訓練之前 你有沒有做什麼樣的準備 因為我看你今天雙倍好像比上次更齊全了一點 你這個防護設施是怎麼樣 就是緩震的球鞋 然後加久的襪子 然後螢光色呼吸 我怕摔嘛 這個螢光色呼吸 你覺得我們今天 騎腳踏車有用到就對了 就是亮點啊 怕大家來撞我 好 這邊當反光貼紙的概念 那等一下全程當中我們唯一目標 就是停下來不能休息超過3分鐘 好不好 你可以在停紅燈的時候停下來 你可以在真的騎步中停下來 但3分鐘之內要繼續前進 可以修30分鐘嗎 我跟你講如果你要修30分鐘吼 我的打口棒就出現了我跟你講 從哪裡拿出來啦 別騎車 直接給它靠下去 一路上我就要好好督促你這個 新手村的訓練到底有沒有完成 目標是維持一個比較輕快的回轉速 不要踩太重 對很好啊 不錯喔 這個踩踏節奏保持 腳的位置可以稍微再移到前腳掌一點 讓前腳掌踩下去 對 像這時候有點踩得太輕 就可以稍微再進一檔 對對對 這樣的感覺 很一秒 真的 一個褻猛狗 看看 我回去 這個 我們 需要 中一 大 是 我可以允許你有一張翻開覆蓋的陷阱卡 就是指出我的推推功力好不好 會幫你推進10秒 用不到 唉唷 用不到 OK 我們就來拭目以待 只給你10秒的機會 10秒而已好不好 開始挑戰了 10秒就要到這上面 不是 我說如果你真的騎不動 我可以幫你推10秒 好 大刀 用不到要講那麼多 唉唷 現在在那裡頭皮喔 俗話說得好 條歹沒六倍的久好不好 我們就來看看你現在騎這樣 都不OK嗎 你已經醉小匙了 這沒有再可以變輕了喔 外頭要卡喔 嘿嘿嘿 直接蹲你對教練這樣無理的 那是我的打狗棒囉 不要突然沒力快點 你要翻開覆蓋的陷阱卡了嗎 不要 不要被偷推阿 喔 OK OK 偷推還被你罵 表情擺好好不好 剪掉剪掉 偷推偷推 幹 還要剪掉 2 4 5 6 7 8 9 10 沒力喔 很喘 很想吐 很想吐 好啦 我們現在3分鐘已經開始倒數了 目前已經騎了里程 到這邊我看已經是2點多公里了 已經超過一半了 20分鐘後 開始了啦 等一下我不動你也沒辦法 走了我要推你 等一下休息一下 等一下啦 快點起來快點 這比去知山岩還誇張 快點踩穩啦 不行啦 踩好快點 等一下啦 快點 3分鐘了 腳先一腳上來啦 啊 欸 先磨到了啦 那你快點上來快點快點 出發我幫你瞧一下車位置方向 走了走了 看流了眼睛了 快點理由很多 理由很多 趕快啦 看不到路會沒辦法騎車啊 好你腳踩好腳抬起來 先踩好右腳 好啦好啦 我弄了 好了沒 口罩還沒戴好啊 喔 有這麼多問題的嗎 還有車啦 走了走了 快點 爬 阿 李卡的終點 炒彈成功 我們今天目標完成五公里了 你覺得騎乘起來如何? 我快要死了 我看你 我剛一路上幫你推了兩三次 這個雖然上坡我覺得對你來講是稍微吃重一點 因為你的體重比較重 但我覺得你變速的這個感覺有沒有覺得變好一點 變得快要死了 我今天一路教你那麼多 在那邊跟你講什麼回轉速維持啊 下坡就要變重 然後你的心得就是 I will die OK 完成三路訓練 看起來你真的是有待加強啦 你那時候不知道在幹嘛騎不上去欸 好在你已經在第二次烏來訓練算是有稍微進步 懂嗎 不是 這還沒講到你就已經拍到 但是我就是要講接下來的but 因為你上次的控車實在是太有問題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加入一個控車訓練 那等一下會有一個小小的測驗 我們身後呢 也就是待會的控車測驗場地 就是腳椎 代表要進行S型的過彎前進 你有看過狗狗比賽那個嗎 你有看過嗎 很快很快過 我們等一下就像這樣 哈哈哈哈 欸 你的比較像 你還有那個 等一下的規則呢 就是你不能跳過一格沒有做S型的彎 那你也不能撞到腳椎 只要有一個失誤 就是扣薪水一千塊 等一下你就直接拿出來 因為我薪水剛發嘛 等一下你就直接拿現金 我們撞到幾個就扣幾千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練習一下 等一下就準備來開始測驗 對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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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OK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 完成一連串的練習 那接下來我們就準備進入測驗環節 等一下的測驗要在這個9個格子當中 完成8次的轉彎 在8次的轉彎當中 不能漏跑 不能裝到格子 一次都是1000塊起跳 OK 那我們就來準備開始挑戰吧 期待你的荷包開始 叮叮叮 好 GOGO GO 選手請就位 計時準備 3 2 1 GO 我一開始 10秒鐘的時間 只有10秒鐘啊 快點快點 已經過了8秒了 9秒 直接繞 叮叮 重來 幹 直接點過去 剛剛這樣撞倒一個 加上兩個沒完成 總共是3000塊 謝謝 等等等等 拜託 再給我一次機會 不是 你剛剛已經完成18秒多 那個已經超過時間了耶 我現在是真的OK啊 OK 第二次的測驗 因為你剛剛已經失敗了 接下來撞到一個直接是2000塊起跳 準備好了嗎 好 3 2 1 GO 這次看起來有進步喔 很好喔 8 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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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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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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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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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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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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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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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呀 可惜了 剛剛的測驗結果呢 縫低鎖騎乘時間24秒 那剛剛我的秒數是19秒 所以低空飛過啦 竟然讓你安然的度過了這個沒有獎金 唉真是可惜少賺一千塊 但沒關係我覺得騎乘的程度算是還蠻滿意的 只是小可惜的地方是 目前它還沒有辦法達到抽車的成效 所以在上坡的時候可能會比較辛苦 因為抽車其實是一個可以轉換機權的方式 但是你平常在上坡的時候 就一直坐著踩其實會蠻辛苦的 沒關係 繼續練習 我覺得你每次帶我去騎的都超難的 然後我騎的快累死了 我覺得不如這樣啊 我就問觀眾請大家留言 你們有沒有什麼推薦好騎車景點 然後適合訓練 適合我這個新手 這個Bug 歡迎下面留言 等一下你現在這樣講的意思就是 你不相信我的訓練囉 沒有啊 我說好啊 OK啊 那既然這樣 我就看大家留言什麼 我們接下來如果大家留言那種雙塔 我們就直接去挑戰 怎麼可能 直接問你接下來100K做準備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在這邊結束喔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 我跟馮離主有其他的訓練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許接下來我們也就會去挑戰那條路線 我是你叫梁哲瑞 我是馮離所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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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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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